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 点 老师教的经验是很多大人也是还是不会写 所以这个青的部分很多人都不会写出来 青的话要写成灰色 这个是如果重一点就是黑色 所以老师希望前面是灰色 后面是黑色 看一次灰色到黑色 进到重压 再顺势这个方向拿起来 再看一次 好我们开始示范了像这个就很漂亮 放大书写 好上面是有讲到灰色跟黑色是用铅笔示范 但是现在开始我们是写原子笔中性笔 或圆珠笔 所以肯定还是黑色的 上面这个写得很好 因为刚才没录到 像这个就很标准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再示范 轻到左 压 顺着左拿起来 就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后面不够接了 就再拿起来 哇 真的抖得很凶 好 尽量可以拿起来就拿起来 那最好的还是这一个 好 我们这个点介绍到这里 好 第二个笔法是短横 我们采用的是跟里面一样 第一笔稍微长一点 第二笔短一点 好 它是时钟往几点方向 2点半 2点30分 好 那我们再写太大了 我们再洗饭一次 好 那我们再写太大了 这个中横呢 写法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 一般人就是都每次都给他写成长横 那这个老师都有比较过呢 这个到时候 反正老师都有找古收人写的字 你就可以比较看看 到底是写长横很好看 还是中横很好看 好 我们就开始放大示范了 好 所以我们看起来看起来很长 其实不是哦 他大概就是 没有超过5跟15中间 这边如果是写字的话 这边是5 10 15 所以他是写5跟15中间 这边哦 慢慢拿起来 好 示范结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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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